如果有什麼不如意或者疑惑困難 需要其他人的意見我都會找他們 例如我遇到一些很無理的事情 或者很不合理的事情 我會很容易敏感 或者有時收到一些DM 2021年都出了四首歌 都是抒情情歌的感覺多一點 曲風比較相似 過了七十年之後 這一年我自己就很想再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風格 想嘗試多些不同的曲風 看看效果如何 看看自己能否處理 沒錯你說得很對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當我所有的歌曲的Library 全部都是情歌、晚歌的時候 就好像太悶了 其實同時粉絲或外界都一直說 不如你試一下其他風格的歌 有多些不同的歌曲在自己的手袋裡面 到時表演都可以因應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情況 就可以選不同的歌的表演 所以當時一想第一首歌出什麼歌的時候 我就想不如出跳唱吧 因為我自己其實本身也很想出一首跳唱歌的 我跟花姐說 花姐說我也覺得是應該要唱歌 最後就轉換了現在這個 比較輕鬆一點、開心一點 再加上少許搞笑成份的一首跳唱歌 這首歌的表演都比較緊張 這次也比較緊張 因為特別擔心做得不夠好 或者不知道 因為期望不到大家會有什麼反應 所以每天都有點哭哭亂 所以這首歌的製作過程和時間 的確比之前那些出場恐怖 但這次又要出來跳舞 又要跟朋友聊 又要再特意出來練 同時Rap 亦都是一帶難關 又不是特意為了這次的Rap 想像是花姐突然說 最近講演好像又差了 然後就叫我讀報紙 都要下苦工的 因為始終自己不是一個 不是Danser出身 不是一個本身跳舞根基很紮實的人 所以我自己都很擔心 出到來的那些感覺 或者會不會不夠好看 所以肥仔都特意跟我練多了 這次這首舞 是都有一個Signature的舞步 都是特意加在裡面 希望大家會一起做的 就像一個升降機一樣 開門、關門 在一個chorus 會成立的歌詞 就是Elevator Elevator 突然有些心跳的感覺 已經找過T-Rex 即是他之前已經合作過一次 然後呢 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次一首跳唱快歌 他其實都有寫過不少跳唱歌 同時他本身其實之前是一個rapper 我覺得人生和搭升降機有些類似 就是好像搭升降機 你很多時候都會猜不到 會發生什麼 又可能開升降機之後 是塞滿了人 你進不去 又可能有什麼意外 就算你進了升降機之後 你又不知道他會停多少層 才到地下 就是充滿著我都未知 很多意外 就好像人生一樣 都是很多不同的事情 會突然發生 你控制不到的事 但其實你那種急 是不會幫到這件事的 是不會令到駕駛快點多 而反而是那些急 會令到你的心情 自己越來越犯錯 和自己越來越敏陣 能意料有多少 為何自製出自忘 你剛才有Bension Board 是不是和我出道好似呢 都是的 我出道一出道 都是想 不用急的慢慢來 有機會就做好它 而是你的機會就是你的 你慢慢做好自己 就一定會有一天到你 還有一句是 心越急越煩 問題越難拆 心越急越煩 問題越難拆 啊啊啊啊啊 就是在說 你的心越急 你自己越煩 其實只能令到問題 更加難處理 所以我很想帶這個信息給大家 而這個信息同時 的確和我本身的價值觀很雷近 我又的確沒有試過 因為事業還是覺得很敏陣 或者很心急 例如我遇到一些很無理的事情 或者很不合理的事情 我會很容易敏陣 或者有時收到一些 一些DM 有些人會說一些 完全看完你拋頭 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的 有時我有試過敏陣 我很想覆他 很想覆你覺得你在說什麼 我應該完全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就是 他會聽到別人說什麼 就說 為什麼你會傷害那些人 就是看完我 你這樣說什麼 我不明白 那些時候會很敏陣 因為 我覺得事情不是這樣 但是你說到刺塵塵 但是我看完不理你 又好像我批認了一樣 但是我批認你 我又覺得不對 但是那一刻就會敏陣起來 就會很幸福 但是之後多數 我一這樣 我就會跟自己說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當你冷靜之後 就覺得不錯 冷靜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面對一些很敏陣 或者很急的情況 你就立刻跟自己說 你冷靜一點 否則你可能會很累的 這期的疫情 就像搭電梯一樣 會有些意外發生 這些是控制不到的 你急來也沒用 你急完 不會突然氣院就開放 可以讓你上映 亦不會因為你敏陣 就幫到這件事 所以我都是用平常心去面對 或者你自己調整自己的心態 或者可能到時 疫情之後才開放 可能會令到大家更加想去看電影 其實我這次的MV是想大家 保持著驚訝 大家會猜不到 你會發生什麼 哇哇哇 小二和嘉欣哥其實是 因為我本身知道 這個MV有劇情的需要 因為他們本身跟我有些淵源 有合作過 亦都是我的粉絲 我的粉絲會很喜歡的人 亦都會 預測到到時 他們在MV看到他們都會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亦都很適合這首歌 因為是一首開心熱鬧的歌 Ju和Anton Lo飾演一個 搏運工人 就是Sing和Maggie提議 導演提議 因為他們說想找兩個兄弟 是很不像搏運工人 他們做搏運工人 如果有什麼不如意 或者有什麼疑惑困難 需要其他人的意見 我都會找他們 我是一個挺有自己想法的人 可能對於一件事好定話 但是有些時候 我都會判斷 我需要別人的意見去 看看究竟是哪樣 究竟我自己的想法合不合 例如這首歌 或者這支舞 或者這個MV 我都會發給他們 叫他們給一些意見 因為很多時候當局者迷 因為當一個人 在那件事裡面的時候 或者很清楚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他就做不到一個很客觀的判斷 而當我很需要客觀的判斷的時候 我都會找他來 他們的 feedback 我都會放在心裡面 或者有一定的分量 我覺得選擇歌是最痛苦的 如果有一首一聽到 超正超重 一定是他 其實你很少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很多時候都會聽到 這首真的挺好聽 但你又不敢肯定他就是那一首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會問他們的意見 你覺得這首是怎樣的 所以他們的意見 會增加到我的信心 或者令到我更加全面的想法 才去做我的決定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